昨天有很多中學生或者大學生 他們看不開 看到前景很暗淡 自尋短見 我想問一下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以及對後輩有什麼忠告 其實我覺得生命是很珍貴的 很多人想有生命的時候 多一秒都沒有 我很希望那些中學生也好 大學生也好 你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生命你可能會覺得 命是我的 但其實在你身邊有很多關懷的人 遇到有什麼情況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和你身邊的人來談 甚至乎你Facebook找我和我談 我很樂意和大家分享一下 人生也好或者你喜歡講飛機的事 我陪你講飛機 需要幫助的時候 其實你身邊總會找到人去幫助你 但我們都要反省一下 究竟社會制度是否出現了問題 譬如我們的教育制度 是否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們和家長的關係 或者對家長的支援 是否出現了一些問題 其實這已經不是單獨的事件 是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政府當局也好 或者其他的資源團體 或者政黨也好 其實要好好去深究一下問題在哪裡 而作出一些改善 當然有些人會說 會不會教育制度 是逼到那些小朋友 是很大的壓力 令到他們自從短見 那這個當然有可能 但是其實會不會某程度上 除了教育制度問題之外 家長會不會給太多壓力 甚至乎反過來說 是否因為教育制度 其實壓力已經不只是給小朋友 讀書的小朋友 是令到家長的壓力 那這些等等的問題 其實我認為要盡快解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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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